早晚一杯奶 然后每餐水果是要拳头大 念出口诀 秀出自己丰盛的秋落彩 72岁的黄阿嬷开心与大家分享 从离癌后找回健康饮食的秘诀 在文山区均衡饮食体验营的节夜市上 包括便当与各式套餐纷纷出炉 像是十股饭 荷包蛋 鸡腿 鲑鱼 再搭配花菜 茄子 毛豆等等蔬果 加上水果与花茶 就符合一餐六大类均衡饮食营养 我们一般都想我们在菜市场 摊饭上就买上了豆腐 我们不知道它的添加物是什么 老师详细的解释 告诉我们它的凝固剂要注意哦 它的凝固剂是什么 硫酸钙 它是属于好的凝固剂 以前都不知道要先汆烫 它至少汆烫之后的话 就会把锁住它食物的营养 好 不要用高温把它破坏掉了 天气转粮 这是进补的好时机 老师教大家如何运用红枣 黄旗 枸杞 当归等等食材 做出滋补的四神汤 另外很多人喜爱的经典料理麻油鸡 在准备好麻油姜片于土鸡腿后 就能轻松DIY 既暖身又暖心 加一点全骨杂粮 比如说我们家今天的四神或艺人 那大家也可以加麻油鸡加糙米饭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那另外不要忘记菜比水果多一点 蔬菜从哪里来 蔬菜可以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麻油鸡里面去 像我们刚刚的菇类 另外这样的菇类其实还是不到一碗一个拳头大 所以请大家另外再炒一个麻油青菜 老师每交过一道的一个料理前 都一定会把学礼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然后把食材都会跟学员们做一些解释 那他们也可以透由这样子的一个 亲自的体验过程中了解到 为期半年的体验营 由于疫情影响停客了一段时日 老师也教大家将文山区特产巧妙入菜 以简单方式做出在地美味 除了报名座无虚席 学员们也踊跃出勤 学习正确饮食活得更健康 记者顾餐永台北采访报道